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次呼吸 每次跳跃 365天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自己 他是我见过所有跳水运动员当中最刻苦的一个 18年运动生涯 30个世界冠军 一岁的玻璃美人第四次征战奥运会 是与自己的一场巅峰对决 李宥 吴米霞是否可以绽放更佳 耀眼光彩 本节目由欧莱雅男士独家冠军播出 欧莱雅男士下一个我放胆够 本节目由三星哥的是S7H特约播出 不一样的看法不一样的奥运 2011年国家队决定让吴米霞和郭晶晶搭档三米挑板 备战世界游泳警票 对于当时还是国家队一名新人的吴米霞来说 感到的巨大的压力 说让我去搭档的时候 我们所要面对的是 2000年的奥运会冠军 所以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压力的一件事吧 我也特别特别害怕 其实刚开始一听到消息 我觉得是特别兴奋特别开心 但是当你真正去配合的时候 你还是会紧张 多于这种高兴的 第一次战胜大赛舞台 第一次和郭晶晶搭档 还不到16岁的吴米霞 将要面对的是悉尼奥运会冠军 俄罗斯组合帕卡琳娜和伊林娜 特别紧张 因为你每一跳 你如果有失误也好 跳波也好 跳不好就会影响到同伴嘛 因为双人毕竟是两个人的一种配合 在决赛第一轮比赛中 吴米霞 郭晶晶稍稍落后于 乌克湾和俄罗斯组合 但两人在技术动作和完整度上 发挥很出色并没有失误 而为了缓解吴米霞的压力 郭晶晶一直在鼓励身旁 这位第一次在世锦赛上亮相的小将 他更像大姐姐一样带着我 然后让我有更多的安全感 去更好的面对比赛 最终 吴米霞 郭晶晶 以347.31分高出第二名 27.15分的优异成绩 战胜奥运会冠军俄罗斯组合 登上了冠军领奖台 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很大的突破 也是我觉得冲向梦想的一个起点吧 给了我很多的自信心 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就斩过金 这对于吴米霞来说 称得上是少年有成 但在他刚刚开始练习跳水的时候 教练就曾说过他完全不适合搞这项运动 对很多人觉得我不适合做一名运动员 就以我的身体条件和素质来说 可能先天不是说在能力方面成为不了一名 就是说很优秀的运动员吧 吴米霞的先天身体素质并不好 先天性贫血就导致他会频繁地受伤 生病好像一岁的玻璃人 而且先天性胯和髋关节突出 按说不能够从事跳水这样的运动 并且有骨骨头坏死的风险 所以每天除了承受训练带来的疲劳之外 伴随他每一天的必修课就是无尽的伤病 如果有一天没有伤病 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 也会有点不舒服 怎么会今天没有伤病 但如果有伤病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平时的伤病 吴米霞都能咬牙坚持训练 而2007年 严重的伤病曾让吴米霞严肚 中断训练 从年初到年尾 几乎就全是很严重的伤病 很想去练 但练不了 你的经济症态就慢慢慢慢走下坡 然后看到别人在进步的时候 其实你内心是非常着急 年初完小 后来手腕腰伤一个个袭来 一直没有训练 在三月份的墨尔本市井赛前 吴米霞竟成自己完全不会跳水了 当时去的时候 自己完全没有信心去参加比赛 就整个一个状态 就真的就是 我觉得自己根本不想给中国跳水一动一样 很糟糕 比赛一开始 吴米霞和郭晶晶前两轮分别得到了55.20分和59.40分 以114.60分排名第一 就是说已经是发挥出我那段时间最好的水平了 所以自己也很满足 第三条 郭晶晶和吴米霞更是以一个305B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得到了81.90分的全场最高分 自己卸下包袱以后 半决赛和决赛都算是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 遥遥领先的中国组合 积蓄着出色的发挥 并以355.80的总分轻松摘得金牌 也是很开心吧 我觉得能够顶过来的话 对我的成长过程中也是非常好的一次宝贵经验 经过了2007年 吴米霞迈过了人生中的一道坎 心态更加成熟 在队中也成为了一位老队员 而对于她来说 因为郭晶晶的退役 自己迎来了新的搭档合资 像两个人像朋友 因为我觉得技术上面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 因为霞姐就是一个 从来都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女孩 她一般我们最多的时候都是互相鼓励 跟比赛的时候的 她给我传授的经验 作为新组合的第一次亮相 国际泳联跳水系列赛青岛战前三轮 两人发为平衡 以将近20分的优势暂时领先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一步 在第四轮发生了 吴米霞因为走板踩歪了 整个脚掉了下去 没有完成动作 肯定会有一些遗憾吧 但我觉得这可能对我 就是一种成长过程中的 一种经验吧 吴米霞就是这样 在不断地面对失败 面对挫折的过程中 不断地强大着自己 一生中你遇到一些挫折 其实也是对于你的 一个成长的过程吧 你如果能够跨过这个坎 凭你的本事跨过这个坎 我觉得就是对你自己的一种提升 一般都不会表现得很脆弱 就算你没有发挥好 或者是落败了 我觉得运动员就应该有这样的承受能力 历经挫折是迈向成功的最好努力 吴米霞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 在雅典北京伦敦三届奥运会上三次蝉联 女子双人三厘板冠军 并在伦敦奥运会上 斩获了女子单人三厘板冠军 成为了中国跳水队名副其实的一届 那么多人觉得我不适合做民运运动员 我当了一名运动员 那很多人觉得我可能当运动员出不了多好的成绩 但是我通过努力我就是有了成绩 那很多人觉得我可能有了一点成绩 可能坚持不了那么久 但没想到我却成了坚持最久的一名运动员 我觉得这就是我一步步在证明我自己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向某个人去怎么样挑战也好 去攀比也好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作为一个上海女孩 常年在北京训练 回家对于吴敏霞来说是一种奢望 现在正在上海备战奥运会的吴敏霞 终于有空可以回家和父母团聚 在这里心里在国家的心里一样的 我觉得每次回来都能看到他们白头发慢慢多起来 要把腰不好妈妈身体不好 在这里心里在国家的心里一样的 因为他也是没时间过来 就像你们有这样的情况他过来一次 平时也是不回家 别在他们眼里我应该是贴心小便好 他们觉得有我这样一女儿他们觉得非常骄傲 回到家中的吴敏霞话并不多 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眼前的两位老人 在他们眼里我可能一直就是 刚去国家队那块12岁的那个小孩 其实他们也是出于关心吧 但对我来说我觉得 我已经长大可以照顾好自己了 收拾好心情重新踏上征途 31岁的吴敏霞选择了礼乐 不懈的努力都是因为当年教练的一句话 选择跳水练下去的话 其实对你来说也好 对中国跳水来好都是一种突破 转的速度差一点 那我觉得在我身上能有这样一个机会 去实现这样一种突破 那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奇迹 这是第四季奥运会了 非常不容易 因为毕竟年龄一天天的也大了 超过30岁的运动员 在跳水的运动史上面也是唯一的一个 他完全靠自己的毅力能够走到今天 看似好像时间越来越近 但是实际上是困难越来越大 就在吴敏霞全力备着奥运会的时候 2016年5月9号 吴敏霞在自己的微博 晒出了一组自己右小腿受伤的照片 情况非常严重 坚强的玻璃美人并没有放弃 而是准备第四次踏上奥运的征途 坦然的心态 积极地面对 李悦对于吴敏霞来说又是一种挑战 挑战自己的又一个奇迹 就要比原来可能要克服的更多 面对的困难也会更多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挑战吧 李悦奥运会就是我现在的目标 那我就是去挑战一下吧 而对于未来 吴敏霞是这么规划的 能够更好去发展 对于跳水也好 对于体育也好 这些后备人才的力量吧 因为这也是对于中国体育的一个发展 积极地去参与到这个项目里来吧 那我看你会儿的项目里来说 那我看你会儿的项目里来说 那我看你会儿的项目里来说